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欢迎收看了由CDFA TV为您所带来的2024年台湾七 抱歉的不是台湾七的台湾木兰足球联赛啊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风光明媚的花莲 这个时候传终有没有机会 结果 球还是直接弹到了简一节的手上 打这个球才要做一个跟半空间的队友做一个配合就被挡掉 有机会了花莲队现在有一个三打四这个球送过来两个球员的面前 但是阳轩再快也跑不到啊 好这个球分到右边路 我们看到位置哦 停球之后 他球往中间送但是这个送的位置不够理想 甲轩转进来啊这个球在中路 一团增强 尝射挑战 但是直接是被横降的简一节给拿下 这个球送进来 哇这个圆体没有拿到 这个球送他进去了 我们才能讲说没有定位球的进球这个时候 雷万就用脚球攻进了一球哇这个球扎扎实实的一个头锤啊 没有话讲 1比0啊 应该算0比1啊 送心灵的进球 这个球没有话讲 因为传到竞点的时候周杰尼 出来抢 也有机会送心灵也有机会 好这个时候台湾又想哨 对华联队来讲啊在 对方的进区外呢是有一个 机会啊对方罚球区外 给进来 这个球给的位置不差但是 应该说给的时机不差但是 稍微高了一点 的位置 这个球在前线 林凯琳 拿到 给的不错 有机会 林凯琳 漂亮 哦 哦 我的天啊 哦 你看他在左边路 是不是一根是左脚球员的 宇俊梅这一球右脚的射门 没有办法 哇 你看到 许元亭双手插腰因为这个球不是 他能力所及的 他也准备好了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阻止 这一颗的进球 今天在左边路有出色表现的 李俊梅这时候 展现他 绝佳的射门能力啊 这就太美了我们看到这球 左脚拨了一下 换右脚 立刻果断的起脚 哇 没法倒啦 这个吊色 完美 啊这球传的力道太强 啊 哇 这开球有点 对不起 哇 这个开得有点离谷啊 有没有 和新柔传 第二个本柱 哇这个回团有点危险 哇这个球的处理怎么会这样处理 好这个时候 主裁判了李宗颖推奖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哇这一场花蕾女卒大战 台北熊战plane1的比赛 最后这场比赛就是 1比1的平手做收 双方 各拿到一分 目前的排名积分是不变的 相互 也可以 没关系 开球 取那